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状元 那凡今天小跌27点 开低走高 来到18310点 今天的标题是一月跌二月涨三月沙 因为我讲过操作股票 第一个要先看懂趋势 趋势到底涨还是跌还是盘 就这三种 你先看好才有办法拟定你的策略 你要做多还是做空还是观望 先要把趋势看清楚 然后找出好的股票 然后选择法人跟你看法一样的 然后找买卖点 我还在强调这个逻辑 操作就是这样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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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 跟 做人做事都一样 都要有一个很简单 很流畅的逻辑 走的路就会比较顺畅 也会比较容易达到成功的低 成功 股票的部分就比较容易操作正确 逻辑对了 你就不会 你也没有方向 因为操作你也没有方向 你 躲到空你就不知道 你要操作就很难 我刚才说的 做人做事都一样 你用简单的方式 对的 模式 要用做更简单的 要牢记起来 你不断的这样执行 你操作上 就容易操作成为赢家 你做人做事 就比较容易 要成功 就会比较 比较容易 你如果 方法不对 我经常在说 方法不对 努力白费 方法正确 荣华富贵 所以 我经常在说 你这可能经常在说 诶 成功你每次看都会先说这个 我是希望大家 牢记在心里 啊 你如果逻辑 对了 观念顺畅了 你操作 要贪金 就离你越来越近 这样 今天哦 大家你看 美国 重挫 可能一世纪 大家知道 要不然看美国重挫 你就 快点睡不着 哦 我知道 我去打 莫德纳第三季 哦 所以才来解封 我很欢迎 很期待解封 哦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 国际 国际上已经很多国家开始 陆续都开始 与病毒共存 哦 这就是我们一开始 一开始 有Omicron的时候 哦 我们就跟大家做分析 说 我们从数据上 跟大家做分析 很快 全世界很快 国际担心 那时候 大家走到 哦 啊 就历年 过年前 我也跟大家说很清楚 哦 疫情 最后 会朝向 共存 我说 过年后 疫情不爆发 不爆发 不是我强哥可以控制 哦 所以 所以我就 说 现在我就是说 你早安可能 听着说 哦 美国做错了 有的没有的 你看我今天在抗讯 你看我今天在抗讯 大家渐渐来哦 如果你有看我的直播 或是我的粉丝 你应该是不怀疑我对大盘转折 哦 跟各股的选择的逻辑啊 哦 你应该就不质疑了啦 啊你若新的人 你可能会很质疑 说加那神奇 哦 才有这个事情 我 简单量一下 你看我今天的抗讯 今天 哦 叫下 今天 早上八点三十九分哦 哦 我才去都很早 差不多七点完 我就搞了 哦 中 中报纸啊 因为以前 芳西 现在集团做业绩最多的就是 我们 顾客国庫老师 啊 我也跟他认识 很多年了 十一二十年了 十多年了 他一天就说 阿昌哥你要不断的阅读报纸 啊不断收集资讯 哦 他是一个 业绩最好的 他说的 絕對是有他的逻辑 有他的依据 所以我都一直 在一起很早就来看报纸 看 看新闻的重点整理 哦 不管是 不做 不做很多老师 你看看 看非凡 哦 东森 那些主持人 讲的重点整理 用经济日报 工商时报 和其他 哦 主要的讯息 整理 我正在一起说一通 美国CPI 年增来到7.5% 十年公债 突破2% 哦 造成美国FED 哦 联邦联准位 有可能在3月加速升级 造成导致 美股昨晚全面重挫 哦 这是早的新闻 啊我怎么改 我怎么改 我怎么改 我怎么说 未来这是重要的 8点39分 我怎么样解这个盘才是重要嘛 哦 以前我跟你说 以前我 去打疫苗进行 我发一通 我说 如预期 一万八千两百点 会遇到短线到 短线到 短线获利了结賣押 所以 以前都拐出来 跟 12点以后 哦 以前没有直播啦 所以你自己回顾一下 跟12点以后台积电 连法科举起来 就这样而已 今天的高标都开口做地 哦 啊今天 说今天 我说 我说我喜欢讲未来啦 分析未来 啊肯定的答案 和我技巧的分享 啊我怎么分享 你看一下 道琼 哦 二月以来 大涨千点 哦 碰到季线 来 我看这看得出来 我给你们 跟他一起拐 你们就看得很熟 你们说 讲未来很厉害 每天分析都 这精准 你一定会 很质疑啊 但是你 看久你就不会质疑啊 看这看得到 来 哦 这看有来 你看一下 哦 这有没有 道琼 回家开始 哦 一月落 一月 有一个下影线之后 开始 哦 起一两千点 有没有 上涨啦 起一两千点 怎么放大 你看得清楚 好 来到 蓝色线 对照过来 什么线 季线 好不好 所以 来到季线 啊 出现卖压 回檔 不意外 来 你看看 8.39 这叫做改变啦 不是说 我说你不要 你的逻辑 你不要当作你看结幕 结幕是一定要每天把发生的事情 哦 把那个理由 故事跟你说 哦 至于大部分有什么人 高标有什么 去 但是那个人 都是给你 後面做结幕跟你说 但是你要操作 你要事先的判断 判断 判断行情 判断个股 判断买卖店 这样你才会成为营家 你的电影都后面 哦 你看 我后面说什么 不要事后解读啊 你要事后解读 因为你就不能成为营家 你相信我 前面就是 你说的那个故事 我给你带到 但是我在8.39 我给你说 我的操作 今日的操作 操作技巧 操作重点 刚才你看 王道琼大涨 千点 通道季线 台股 连续 二月份 连续大涨 我这一年 一月跌 二月必涨 这很多人都质疑的 全 我由 由我开始看 所有的节目 过年看到今天 没人敢跟你说 二月必涨 一月跌 二月必涨 有 我退出股市 我说这个 全部都要改疫情 改乌厄战争 改 改FED 不就是有机会 有可能 我是说投资朋友 我拿着聚会 我不是说分析的人 会得罪人 那些都是好朋友 大家都 要聚会 做专业分析 我是说 投资朋友 你没有犯这个观念 你经常要事后解读 事后解读 看到媒体 你报那些疫情 春节晚的爆发 那些黑数字都没有报 过年之后大部分 乌厄战争 俄罗斯建策都开到 距离200公里了 两三百公里了 一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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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过 疫情 FED 苏厄战争 都 都不是我纸 的人决定 但是从盘面 从量价 从结构 可以判断出来 端倪 一次不是 二次不是 三次不是 现在 你如果是我的本事 你应该都相信 一万六千五百点 跟你说 不要杀敌 起到一万八千六 他相信整理 你觉得一万八是压力 我觉得是支撑 结果大涨 一万八千六 我把你用枪杖透露拐下来 下一千点 结果我跟你说 二月必涨 二月连续大涨 连续大涨 有连续大涨 这道床说完了 是不是 因为他碰到这个 量不足 碰到这个 必定回涨 这减到都同样 我现在这么精准 这么肯定 八点三十九 跟你说 这叫做超盘功力 上涨 遇到压力 量又不足 这不用 那个力空 只是加 加速去反映 来到他这里的卖压 他找一个题材跟你说 啊 刚好那时候 刚好公布的时间 你出来一摇 如 就是 诶 那个什么 殖利率 已经来到2%了 哦 啊那个CPR 已经来到7.5% 啊让你变成美国 变成一个 原本是会跌 但是他会造成 哦 宣布出来 比预期 哦 他就出现重挫 就来这个 5%了 不是这样而已嘛 没有他也是要辣 啊 他刚才有均线量不足 啊 资利率2%的问题啊 啊这不是都够讲的 对不 这这这这这 这都是 妹啊你事后说故事 你千万不要用这个逻辑 你 你可以去用这个逻辑 去听人说 哦 原来是什么原因 但是你要操作 你要先知道 有可能 大半会怎么走 啊妹啊 这个原因 你去探究出来 哦 是不是符合你看长 看跌 或看盘 的佐证 啊那你就 操作你就会很流畅 你不要 啊 今天开地 糟糕 啊 就没有那么严重吗 嗯 那不好笑 你不知道去八点话 你都要知道啊 不然你操作什么 我都想不到 所以你看二月 你说你说台股 台股我是不是跟你说 有没有 二月臂涨 二月七要开准 开始 一支 两支 三支 四支 四支 今天小黑 因为来到两 一万八千二月 遇到基线嘛 量不足嘛 一定回档修正 一定的经理 经理 多得少 这样而已 啊我们有什么经理得少 因为 这个盘 是内资 投信 跟那个 跟我们的 那个关股 你护盘嘛 外资是不可以回补多担嘛 所以 所以 所以这 这 这样起来来 这很正常的啊 啊 所以你看我说什么 二月连续大涨 昨天只靠台肌 只靠台肌 台肌电联发科 10个没有台肌电联发科 去外面 10个要台 这就是跟美国同样 美国 他没有发行 美国大涨来遇到基线 量又不足 出现这些利空 他会让他大跌 变一个长AK 没有出现这个 这么大的利空 他也会跌 他会小跌 慢慢跌 跌到满足点 也要反而认为 这个 这个时间 这个利空消息 这个 顿化了 你从筹码就要看出来 他不要再台了 从量价结构看得出来 没落了 嗯 就是这么判断 就是这么简单啊 啊 你就知道 啊 方向还要靠一波 跟这同样嘛 来到二月 连续大涨 早上是靠台肌电联电 拉尾盘 千哥就说 你量不足 你都靠 靠全职股 你减重 这就是有人在护盘 啊护盘有一个好处喔 护盘就代表这个拔 没钱 满足点 不够 就是这么简单 啊护盘修正是正常 因为 涨多 乖离过大 跟美国同样 你这些人 去那么多 那些 哦 涨了萎缩 你顶头 还有重重的套劳 不要护盘 大虎跟法人 不是白痴啊 他没想到牛仔给你 你逃给他啊 他一定去洗洗洗洗 啊 洗完 哦 农资减 啊不然就空单增加 又给你割 啊 农资给你害出去 害出去才挠去 啊不然挠去 你都逃给他 他逃给他 他逃给他 对吗 对吗 短线涨幅 以来到月线压力 故出现利空 利空 用来修正乖离 不必过度 事后解读 有没有 这今天 8点39 唯一一通 开盘前抗讯 因为一席去拿看 赖了啦 投资朋友一直揣 啊 帮帮 慘了 张力不知道要怎么 看 铁店不买 起来 又买 啊 正正正了 不来 问一下 强歌 到底要怎么看 開盘免费赠送 8点39分 欢迎转发 全部分 都 不看到我的口罄 都可以做印证 一月跌 二月臂涨 这已经说过 今天呢 然後我們來後面一句 以前說不必過度 事後啊 你不要只要事後才要來解讀 媒體也可以事後解讀 因為他沒那麼久 他報紙沒那麼久 他東森非凡的財經節目 那下午 來賓他沒找告示 他是不用時間 一小時要怎麼說的完 所以 他一定要種一個理由 用他的專業 去找說這什麼理由是 跟你解讀 不然有一個依據 你節目不敢看 你不要聽說 原來故事是這樣 對不對 今天他們去找什麼理由 說啊 為什麼今天會開地造高 你來看 我都收完盤錄的了 你會保險你來看 一定開始找說 為什麼開地造高 你去看東森非凡後面 後面 那不是主持人都會問來賓嗎 你問看看 一定會說為什麼開地造高 但是你要你八點四十五金前期貨開發 你就要預測出來你的操作策略了 你要成為贏家你就要這樣 你如果要聽故事 你就是會保 看明天再看報紙 不然會看節目都有 看那些人的主持人 怎麼問 一定會問的 今天我今天跟你報情 一定問 CPI的7.5% 公債子利率2% 為什麼開地造高 什麼公債子利率2% 你覺得講高 你覺得什麼公債子利率2% 他沒有問我 因為我沒有去 受邀做來賓 所以他就跟你說完英理由 為什麼開地造高 但是你 真正的原因是我說的 後面那些都是 找故事 改稅 讓你信賴 找一個理由 阿蘇比較不疼 賣到關鍵也比較不疼 一定給你一個理由 關鍵是這樣而已 但是最大的原因 你要從量價 從結構 從量價結構 從主流去判斷出來 跟從均線 你就會看得出來 原來 道瓊是因為大漲千點 碰到季線 原來台股 是因為2月 強哥公幣漲漲了4天了 來到1萬8千2百點4上 昨天只靠台積電聯發客 聯發客戶盤 量價背離 本線漲幅乖離過大 出現修正 利空只是 讓美國的跌幅變重 台股為什麼沒有跌那麼重 因為台積電聯電 戶盤已經告訴你了 關股 投信 內支 是看在做多的 所以大盤還有高點 所以今天開第一走高 完全 你完全 真正的原因在這裡 你今天聽所有的報章媒體 或是黑暗的內容 不說到這個 我告訴你 你就當作故事給你聽 我把100%肯定 答案就在這裡 這我操盤的經驗 我說我只分析未來 只講肯定答案 只把我的技巧分享給你 為什麼我的邏輯 我的判斷 今天 不用過度解讀 有恐慌 為什麼 美國的500幾點 現在再去一堆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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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天路 走路 坐電路 都在那裡 幫幫幫幫幫 大家都在你給我看 看一看 看一看 昌哥不知道 會講話嗎 我想說 啊我 為了不熟悉 我也要嫁勞 我看了我的粉絲就好了 量價結構 不必過度事後解讀 有恐慌啊 有清楚嗎 結果 啊再來 三月一月跌 二月臂漲 三月殺 三月反轉 從哪裡 大盤月線量價結構去分析 真正的通膨反應會在三月 才會真正反應 手中兩檔持股 兩檔不下啦 手中會員兩檔持股 營收都持續維持高檔 勿恐慌 助操作順利 啊今天你就看 這叫做贏家技巧喔 因為我說的 應證嘛 所以可以叫贏家技巧嘛 不是不是我 我才來的規劃 就是說可能喔 有 可以 就是一天我們公司的主管 有跟我說 講強哥 你也可以說 喔 我們的主管都對我 很幫助的啦 對啊 我們的協力 我們的主任 跟我們 我一個老大哥 王董的 都很很很 針對 我的 內容做修正 啊我也一直覺得他們說的 喔 都 很貼近市場 喔 人家說 你可以 你覺得強哥 你覺得 K線啦 喔 技術分析啦 你覺得要成為贏家 不容易 喔 但是 很多人想要聽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希望你也可以說 欸 為什麼不容易 啊 K線是什麼 啊 人家說的 KDRSI是什麼 甚至籌碼 很多的專有名詞 是怎樣 喔 還是營收 這個產業營收 是怎樣 內部是要分析 它的競爭力 喔 你也可以去解釋 去講 人家要聽 雖然 那對炭籍 影響並沒有那麼大啦 那是一個技巧 但是要影響炭籍 喔 操盤要面面俱到啦 喔 啊炭籍打兩種 我又強調一次 資訊不對等 大戶吃小戶 你如果認同你就卡到0800 其他都不用說啦 其他這些都是操板技巧啊 喔 他說也很多人要聽 你要說 喔 雖然你覺得說 對贏家比較沒幫助 但是你要去想 欸 很多人不知道嘛 喔 為什麼沒幫助 不知道為什麼幫助不大 我們不能說沒幫助 很多專家都在說 你說 蔣哥 你說沒幫助 雖然我看過一千本的主啊 啊我市場大戶的朋友都是贏家啦 不是輸家 輸家我這樣 有輸家的朋友 我說真的 我市場大戶台北市 各大券商的VIP 戶 的老大哥很多都沒我 對我也很照顧 我說真的 只有贏家沒有輸家 因為物以類聚啊 我說真的啦 因為你輸家 你整天你如果說的東西 他會給你錢啊 一直給你錢啊 一直要給你吐槽啊 一直要給你看你看你 看你的 會做不對啊 但是最後呢 贏家往往就是少數 就是這些人而已啊 就是我們家的老大哥而已啊 我剛才說的很簡單 就是這樣而已啊 物以類聚 你沒必要去改稅 百分之八十 別說百分之九十聽不到的人 沒必要改稅 我以前是這樣啊 但是現在做老師不一樣 現在做老師要 人這個不要聽 你要講這個 要我你不要聽 你要先用教科書拿出來說 說完 讓人知道理念 再知道去判斷對跟錯 這就是老師的責任 就是教育的根本嘛 教育的根本 你明辨是非嘛 怎麼是對跟錯 這是我跟我們子女說的 我還沒結婚 我們兄弟有生一個女兒 你跟我講好 我就跟他講 都以前小孩都不要讀書 我們也不要讀書 年輕的時候也不要讀書 都要學會 要玩啊 我就跟他講 讀書就是最簡單 是要先懂得明辨是非 書會教你明辨是非 然後讓你培養技能 你後面做信 你可以做我的節目 放給你的小朋友聽 我的粉絲你的小朋友 你放給他們聽 讀書的用意 就是讓你知道 事情什麼話是對 什麼東西可以做 什麼東西不可以做 什麼話可以說 要跟他話也不可以說 要跟他話也不可以說 要跟他話的事情也不可以做 這就是教育嘛 培養技能 你有讀書 我們做的時候就不會更辛苦 不是說做得更辛苦的人 不會成功 也不一定 對不對 也不一定 很多做各行各業 對不對 他也是有成功也會賺錢 但是你有讀書 你相對的 你拿筆的 跟出力的 比出力的更輕鬆 你就像我的直播棒 小彭就聽了 這個CPI 講關於直律 你FED聽不 沒關係 因為我說也很多人聽不 對啊 這是 你說他聽不 他還要跟你吐槽 所以也不用他講 因為百分之九十的人都聽不 聽不 聽有的聽 聽有的你就掃二位 最近現在粉絲都沒什麼精神 因為賴一直把我封鎖 我粉絲都沒辦法精神 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說真的 我真的 我是沒有 我不是政治人物 我說真的 雖然我很多朋友也政治人物 台北縣市很多議員 都是沒有立法會員 立法會員是我們朋友 議員很多也都問我的朋友 我經常在說一個問題 我找五十幾個國家 很少說一個這麼進步的國家 通訊系統掌握在別的國家的手中 你經常在說國防安全 國防安全 怎麼可能美國有自己的 中國大陸有自己的 韓國有KK Talk 日本現在日本的LINE 我們用人家的 越南也有 泰國也有 菲律賓也有 都有自己的通訊軟體 我沒有跟你騙 你沒想到 當然 國家沒有 台灣進步 人沒有通訊軟體 都有自己 國家的通訊軟體 我們的通訊軟體 掌握在 不是自己國家手上 我跟你的通訊軟體 我跟你的通訊軟體 跟你說的 其實要整個全部都有 這很好笑 怎麼會你別人的手頭 這是要 這是額外 我經常在說 我是不是政治人 我也沒有這個能力去 改變這個問題 但是我經常在說 有聽到有機會 或是說我們有機會 反應這個問題 我一定 不以余力去反應這個問題 我講一下 這真的很誇張 不是我在說的 哪有通訊軟體 不是你自己 自己手頭 說話做事情要 你別人的內容 都可以知道 知道不知道 我不敢 現在的科技絕對可以知道 他們會去看 不知道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必要去知道 但是我是說 這個東西 現在的科技 是一定有辦法掌握 我們的通訊內容 跟文字內容 既然可以掌握 怎麼也不是在自己 台灣人的手裡 這是題外話 時間 像5分鐘而已 從大盤月線的量價結構 才能夠真正 反應 從通膨 都會在3月 所以我在這裡講 1月跌 2月必漲 我已經告訴你 清楚了 3月會殺 3月會反轉 你一定要記這幾個月 你從這個句 記起來 後來你就受益 無窮 請再說 1月跌 2月必漲 3月殺 1月跌 2月漲3月殺 這樣記比較好記 3月 3月 為什麼跌 我慢慢來 時間的問題 我慢慢來 花時間跟你們說 你現在在2月初而已 你先說2月必漲 先印證這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說 這真的 剛才不知道錄到 不可以 不說 不說羽柱子 這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 6月才知道要入 2月 他那些錢大家都 都放盤 到青月店 大家都很悲觀 都出條 叫他獨立台 像叫說臂張 美國放盤 就500幾點 他剛才說 不用恐慌 因為只是立功 立功只是用來修正 乖離而已 還有這件事 看好啊 時間 2月必漲你去看youtube 1月25 的事情 1月26 還給你解讀 FED 給你解讀 那個 FED 還給你解讀什麼 疫情 還給你解讀烏二戰爭 都給你解讀得很清楚 有看到是你的福氣 沒有看到是你感到無緣分 就是這樣而已 啊為什麼我怎麼會知道 我說這個 我的邏輯就是 我都在分析未來 在判斷未來 然後我的經驗告訴我 從結構 從籌碼 從量價 然後分析出來之後 從旁邊的主流 中和之後 告訴你這個地方 會應該怎麼走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我屢屢命中 很多人聽不懂 像我網路有在報告 人家在打的 人家在FB啦 IG啦 還是什麼 討論學位 吐槽一下 你講什麼話 你講就對了 你說二月漲就漲 你說一萬八千 六百點 強中透露就強中透露 所以開始經驟人家 一直性討厭人家 但是對我來說 我的人生我都不應用 因為我的成長過程中 對我都是有點事 所以我是希望大家要去反向思考 这个逻辑到底对不对 我是不必要去改双有90% 不认同我还是听没人 以前世界就是这样 有钱人就到百分之十 甚至不到百分之十 甚至百分之二 所以一共的另外百分之百 有十八的人听没人 听没人就变百分之二的人 所以你不用去改双 也不用烦恼他说 因为他说对你也没帮助 这是他的口袋的损失而已 你不信二月臂长你离这 全部三出 叫我连车去四天你就要分离 起坐起床而已 大家都去啊 你就要分离 对不 啊离这 叫你不要半空 一堆准一堆空 一堆人三滴 我说不要跟他扭去 这都有应证 真的没什么时间 不这都有应证 这个是一月跌二月必涨 这一堆是什么 哦 这一堆还真的还真准 这跟我预测三月会下山 这一样 这个模式都一样的 五月五二零啦 大盘低点 我跟你说高点落在七月 啊这一堆 七月八号刚跌人航海王 啊 该卖该卖啦 就是当时的最高点 哦 十月十五号啦 大盘重挫 我跟你说不要错卖别半空 去一千八百点 结束啦 要听不听得到都没关系 哦 啊希望你 接受正确的逻辑 啊你如果不对 你自己看待的损失 啊今天直播就到这边 啊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 本投顾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股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